讲量话就在你身边单元 本周专程邀请到 美国中餐发展基金会会长林慧怡 畅谈美国中餐馆 如何走出困境 并尝试推广广东玉制菜 比如像说有一种是真的是很简单 就像那个小龙虾 调味什么都弄好了 小龙虾都有都好的 都有 你捡了袋子放在锅里加热 OK 对 但是当然如果说光是小龙虾 你觉得太单调 你是不是可以加一点点玉米 加一点马铃薯 就加点番茄 加点大虾 加点鱼肉 加点都可以往里头放 老板们也不希望每个菜都长一样 所以他可以拿回来 就自己再给它改良了以后 以那个为基底 天啊我觉得你简直已经是厨师了 书香坊美食单元 由乐书坊店长 Alice Chiu推荐经典漫画 信长的主厨 我看到这说最原始的食材 最原始的那些佐料 然后当我们现代的人回去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些东西 我就会一直联想到说 我们小时候真的也没有那么多酱料 没有那么多料 没有那么多香料 可是我们就只能 健康人生单元 请到嘉莲太平医疗网家庭科医师乌西普 探讨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 以及如何治疗 那还有一些自律神经失调是激发性的 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会引起自律神经失调 对 然后把精神病 那也会引起自律神经失调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些 比如说内风湿性关节炎 红白狼藏 还有有些维他命D缺乏 肠胃道的慢性的 困压性结肠炎 抗龙疾病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自律神经失调 鼓励美国中餐行业 善用种类多样 范围广泛的预制菜 尝试走出新格局 讲量化本周六晚间八点起 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意时间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